好,那我們剛裝完這個APP之後呢 我們要剛也下載好它的韌體檔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把韌體檔裝起來 那韌體檔剛剛我們是存在 我是存在我的那個分享資料夾 在這邊有一個WF Arduno的那個 IN-O這個韌體檔 好,那所以我們要把它打開 那打開因為我們剛剛之前有裝了它的驅動程式 Arduno的驅動程式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這個兩下 也可以直接點這個兩下 再把它放進來都可以 好,那我就從這邊點好了 我把它Arduno打開 那打開之後把這個檔案叫進來 那個WF Arduno的檔案叫進來 然後你要記得你剛剛那個 那個會搶窗口的那些全部要關掉 包括N-block 包括那個變形金剛全部都要關掉 如果你不關掉就會搶窗口 就沒辦法做事了 好,這打開之後呢 把剛剛這一支檔案把它叫進來 所以檔案開啟 所以檔案開啟 WF Arduno 然後他要問你說要開資料夾這個要好啊 好 那你就會看到它裡面有一些層次 不用理它 跟燒 跟當初燒S4A的方式一樣 好,我們要選板子 我們是現在用的板子是Arduno Wuno 你就要選Wuno 然後你的通訊連接窗口 序列庫也要選到 你對應的序列庫 就是你的窗口 選好之後直接把它傳上去 然後他等一下就會說OK 那如果這邊出現紅字 你就要檢查這 有沒有選對板子 有沒有選對窗口 還有你剛剛那些搶窗口的軟體 有沒有關掉 好,把它說上床軟體 好,請各位 把那個IMO檔傳到你的板子上 各位小朋友是全花連線 第一個知道WFDuno怎麼用的 因為我還沒有在其他演習講過 就是rado記者 好,尋常嗎 就好,等我一下 你去協助其他人 你去協助其他人 這個是我的小部隊 現在沒有混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